靈魂出竅 真實存在的東西嗎? 為什麼 這麼多人都有經歷過呢? 它 真實存在 對 雖然我自己呢 除了預知夢 就沒有再有過其他超自然的經歷了 但我真的很喜歡藏私 各種很酷的東西 像我之前就買過靈魂出竅寶典 七七十九天學會 九英百古裝 比愛教你讀新書 等等的書 不知道丟到哪裡了啦 而我最近呢 就是看到網路上 還有身邊的人 似乎都有談到靈魂出竅這個議題 我就蠻好奇了 到底靈魂出竅 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東西嗎? 沒錯 我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就是 靈魂出竅 在1968年 加州大學一位心理學教授 茨爾斯塔特博士 他當時一直認為靈魂出竅這個東西 是你內耳裡面的潛聽功能 產生障礙所導致的 小時候我們都知道 潛聽它就是三度空間的力氣 控制我們的平衡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說 相對的 如果你潛聽有了障礙 你躺在床上睡著的時候 其實你容易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個空間 而且如果你又是剛好有 一些人格心理上的問題 過癒症 遭遇症等等這種狀況的話 就很容易產生靈魂出竅的錯覺 那有趣的事情就來了 這個塔特博士呢 他為了證實他這個論點 所以找了一位自稱有靈魂出竅經驗的女士 他叫做Miss Z 他們兩個就來做了一場實驗 這樣實驗非常有趣 其實有各位有靈魂出竅經驗的人 我覺得也可以試試看 博士呢他寫了一張五個數字的紙條 放在床上面的架子上 叫那位Z女士睡著之後 出竅去看看那張紙條上寫的是哪五個數字 對沒錯神經的事情就來了 那個女士呢隔天起床之後 立馬告訴了塔特博士 而且一字不漏非常的準確 所以當時塔特博士他這個靈魂出竅的理論呢 直接被打臉 但也就因此靈魂出竅這個東西 開始被大家廣泛的研究 好奇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存在 到了現代科學 證實最接近靈魂出竅的理由 是叫做腦電波這個東西 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在思考的時候 會發生一種東西叫做腦電波 我知道這個東西很玄 但他的確是真的 在1924年 一個德國的生理學家 漢斯伯格 他看到了電瓣身上發出了電氣 他就想說 人勢必也會發出一些 有關於電流的東西 或許是有形或是無形的 結果後來他在實驗室做研究 果然發現了 人腦的確可以產生一種電波的現象 對我就講一個題外話 蠻酷的 像2014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癱瘓的兒童 放一場足球賽 用腦電波 開人低球 還有一個國際的科學研究中心 叫做可動史丸 他在發表了一個研究 兩個相隔8000公里的人 一個在西班牙一個在印度 各自帶上的那種電波裝置 用腦波 把兩個人他們所像話 互相的連結在一起 等於一種心電感應的概念就對了 那我相信在後世 一定會有更多 關於腦波很厲害的東西 比如說我用腦波 我就可以玩遊戲 我就可以跟人家溝通 可以環遊世界 甚至可以操控一些交通工具 以後腳都不用移動 這可能就是我們未來世界的狀況吧 對 但是對於腦波的這個應用 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到這個技術 還算是未知的 那現在我們所意識的呢 腦波 它其實分成四種波段 分別是 比奧塔 阿法 它們是用赫資來吸分的 這四個波段 是我們每一天 絕對都會產生的 那我就大概跟大家簡單的說一下就好 比奧塔這個波段 是赫資最高的一個 就像是我們平常在工作思考 甚至是感到非常大壓力的時候 會產生出來的一個腦波 所以以後有人在罵你 就可以文學一點的說 拜託不要再念了 我的比奧塔波已經過高了 接著 赫資稍微低一點的是 阿法波 它最常被大家來認為是一個 學習的波段 你可以上網找到一些什麼 阿法波音樂 阿法波學習法 就是因為在這個狀態下 我們人的意識是清醒 但是身體卻是很放鬆的 比如說 我放空的時候 我出國旅遊的時候 我打遊戲的時候 我是放鬆的 反正不用那麼緊繃 這個狀況就是阿法波 下一個是 就是我們人躺在床上 半睡半醒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我們的意識其實是非常模糊的 還有我們熟知的 清醒夢 甚至是潛意識 其實都是在這一層會出現的 我們也知道靈想嘛 所謂的陸定派 其實他們在追求的也是 能夠在意識很清醒的時候 腦波打到 Sita的這個狀態 這個是一個 個人非常喜歡的波段 所以真的會有很多的想法 身體又很放鬆 一不小心你可能 就在這個波段 就會睡著了 來到一個叫做 Delta的階段 我們是處在一個 非常深層深層的睡眠 所有的感官都會被關閉 靈魂出竅呢 就是出現在這個狀態 現代的科學家 就研究過 有靈魂出竅的經驗的人 他的腦波狀態 沒有靈魂出竅經驗的人 更容易到達 Delta的這個階段 所以其實我們網路上看到那些 說能夠讓你放鬆 你想真的是 靈魂出竅的音樂 就都是為了讓你的腦波 我能夠達到這種狀況 不過說到這裡 我們科學界 大概對靈魂出竅 有了這樣子初步認知的概念 但是 始終還是沒有辦法可以解釋 為什麼那個 Mr.Z女士 她能夠看到 床架上 紙條上面的五個數字 我認為啊 科學之所以無界 神秘學之所以不滅 是有她的道理在的 像我們手指的 薩滿 占卜 清電感應 或出竅 其實這跟神秘學有非常大的關聯 它在東方西方 其實都有各自的 古埃及 西伯來 跟古希臘的五馬 那東方的華是 印度 中國 西藏 還有薩滿的蠻族 像古埃及它的特色就是 它會用一些巫術 我們常聽說的 俄魯斯之眼 或是獵金術 還有塔羅牌 等等都是從古埃及的傳統 流傳下來的 希臘就會有神秘哲學 占星 靈術 等等之類的 它裡面還有分 預言學 魔法學 什麼黑魔法 混沌魔法 甚至什麼共濟會 光明會 其實都跟神秘學有非常大的關聯 它是一直 存在於地下的一種 偽科學 腦電波 靈魂出鞘 跟神秘學 它們到底有什麼關聯 其實我們的腦電波 傳送出去的時候 它是不需要戒指的 無視於任何空間 時間 它都可以產生意識 轉化成磁場 影響到我們周遭的人 就像輻射或電視波 它們都是正式存在 但是我們卻看不到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像有的時候 你第一次看到某一些人 我就能感覺到 它的氣息 大概知道它是什麼個性的人 或者是 你跟某一些人在一起 越來越久 無論是性格或氣息 都會跟它越來越相 所以這個其實是 我們人與生俱來的本能 那些薩滿 占卜師 仙智 靈媒 營養眼 甚至是蟬師 動物溝通師等等 它們其實也就是這種道理 接受別的生物的寶寶 甚至是接受 整個大型宇宙中的電波 都來得比我們一般人來得敏感 宇宙電波是什麼 我簡單再提 只是因為 社會的民術 讀書 還有環境的因素 把這一份 對於腦電波的敏感 給壓抑住 而那些職業的人 他們不過是找到了一個竅門 運用好幾代以前 傳承下來的方法 繼續把它往上去 那邊更敏感罷了 其實你把神秘學的這個原因 套到剛剛前面 塔特博士3Z女士 她們的那個研究 其實你就不難發現 為什麼她可以看到 那個牌上面的數字了吧 對 說來是真的有點血 但就像我剛剛講的 神秘學之所以不滅 我覺得還是有它的道理在 對 靈魂俗效 我大概就先講到這裡 那我剛剛有提到一個 像說宇宙電波 這個我也想提一下 大家都知道 吸引力法則是個東西吧 就是你只要一直想著某一件事 那一件事 就會離你越來越近 你知道這個東西 是真的有科學根據的嗎 有一位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 迪拉克 他有一個著名的 迪拉克方程式 公司從愛因斯坦 職能等價的公司 是完美推演出來的 但是這個迪拉克公司呢 他有一個問題 是從這裡計算出來的解 有正和負兩個解 但我們學過物理學的人都知道 水會往地出流 東西會從高速往下掉 寸命會越回越短 但是他們最終的結果都是零 不會有負的 不會有相反的情況出現 就像王宇祥只有一個 但不會有負一個王宇祥 所以這個方程式呢 當時就困惑了很多的科學家 他們就在想說 是不是其實這個世界上 有一個地球 還有另外一個 反地球的存在 甚至是所有的東西 都有相反的存在 沒錯 換了兩個物理學家 艾米利亞和歐文 他們就通過粒子加速器 發現了 欸 真的有反指指這個東西 直到現今 我們人類其實已經可以製造出 反物質了 而且還進一步發現 反物質跟真物質對撞的話 只要一公克 其實就相當於原子彈的爆炸威力 但是依照我們目前的技術生產 一克的反物質 需要2500萬億瓦能量 和超過1000萬億美元的成本 現在發育出來的反物質只有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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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幾克 所以我相信以後科學更進步的時候 反物質一定會被大家拿來當成武器 甚至是打仗的工具 像薩摩斯 只要帶著長物質 會靠 對 就是這種感覺 那既然反物質都被大家發現出來了 就也開始提倡了 會不會宇宙大爆炸的初期 其實就是正反兩物質 互相抵觸 才產生了宇宙大爆炸 只是這物質打造了我們現在的宇宙 那另外一個反物質宇宙呢 就到另外一個 我們看不見的地方去了 或許那邊現在有著更高等的昏迷 也或許我們人類 目前沒有辦法在宇宙中發現外星人 也是因為他們存在在另外一個 我們所不知道的反物質當中 我們異鄉對倫語裡面其實就有提到過 所有物質啊 其實都是由快速震動的粒子所造成的 而這些造成的東西並不會是憑空出現 它只是另外一種能量消耗的形式 而轉為這種形式可以出現 所以更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我們的意識 創造出來這宇宙的一切 我們看到這些物體 我們看到這些宇宙 其實如果沒有的意識 它都是不存在的 就是一團無心的能量吧 相反的 高等文明的反物質宇宙也是 我們唯一能夠證明它們存在的 就是我們的意識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常會跟大家說 情緒來了就享受它 因為過去的事情 除了我們自己的意識 又有什麼東西能夠證明它真的存在過 人生也只有一次 甚至是當你過世之後 如果所有記得你的人 都把你給忘記的話 那又有什麼東西 可以證明你存在過的 有點沉重的感覺 我們大家在這個人生中 要豁達一點 看向未來 追求未來的目標 快樂的過 不管你是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種族 在哪一個環境出生成長 你都不要埋怨 每一個人 你都是有無限的可能 那你在羨慕別人的家世 羨慕某些近視世界紀錄的旗人 甚至幻想想要找到一些超能力的時候 對 你別忘記了 整個宇宙 上帝最神奇 最偉大的發明 其實呢 就在你的身上 就像一個人 最偉大的發明 在你之前